我們第三個練習題 來看一下 是要做一個 我們好像一個 登入密碼的系統 剛開始呢 就是有一個 Label 一個 Express 一個 Button 然後當然也有提示文字 當我這邊輸入的東西是符合我的密碼的時候 我按進入 那就 當不符合的話 密碼不符合會出現密碼錯誤 請重新輸入密碼 那如果密碼符合的話 就直接 這個兩個要 隱藏起來 只剩下文字 而且文字改為 歡迎進入系統 那這邊呢 我有提示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這一次會用到一個比較新的元件 叫做 Password Testbox 這個Password Testbox 跟Testbox有不同的地方是 打密碼 它不會出現字 而是會變成點 有沒有 它剛開始會先出現那個字 然後一下子就變成那個點 打那個字 然後就變成那個點 打那個字就變成那個點 有沒有 還有這個特色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來拉畫面 我們就開始來拉畫面 來 Screen1 上面原先寫的是 登入系統 好 Screen1 的 Title 登入系統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拉一個 這個 Testbox進來 Label進來 然後文字改為20 然後打什麼字呢 請輸入系統密碼 OK OK 然後接下來 是一個 Testbox 然後呢 我把它 自射大一點 寬度 Be apparent 然後呢 來 等一下 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 第一個 裡面叫做這個Hint 就是提示文字 Hint 系統密碼為6到10個字元 好 那我在Hint裡面 系統密碼 密碼 6到10個字元 好 那這邊打Hint 這邊會看不到 但至少你滑鼠移上來 看得到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是一個按鈕 接下來 對不起 是應該這裡 要有一個按鈕叫進入 所以呢 Button拉進來 文字 射大一點 然後 內文 叫做進入 好 那模擬畫面 可以稍微看一下 沒有問題了 但是呢 要寫程式之前 請養成好習慣 把元件的名稱 程式會控制到的 這個Label1程式會控制到 會改字喔 所以呢 給他改一下 給他改一下 假設Label1 這個 我就是要提 也是要提示人家嘛 所以我就叫做 Label Hint 好了 好 那 那 Textbox 是讓人家輸入的 好 那我就打入 Input password 那 Button呢 是進入的 所以我就打 Button Enter OK 畫面做完 開始寫程式 Blox 按下按鈕才會動作 所以按下按鈕 對不起 有一個 我突然發覺我設計錯了 這裡不是Textbox 抱歉 這 這裡對不起 這裡 等一下刪除 Delete 這裡應該是 用到 Password Textbox 抱歉 Password Textbox 然後呢 我把寬度 設為 Be a parent 然後呢 這個 Hint 沒有寫 預設沒寫 是什麼字 系統密碼為 6到10個字元 系統密碼為 6到10個字元 好 然後 密碼 來改一下 它是Password Textbox 然後 然後我就寫個 底線 Input就好了 因為反正 我的原件名稱本身就有Password 所以我就要在Input就好了 好 假設這樣子 怎麼會出現這個 好 所以 原件都OK了 接下來開始寫程式 好 那我說程式是按下按鈕才會做動作 所以各位從Button裡面 去找出 ButtonEnter裡面 當Enter被Click的時候我要做什麼動作 那做動作呢 接下來我要把 這個 密碼的內容抓出來嘛 所以把密碼內容 使用者輸入密碼的內容 先抓出來 欸 先等一下系統要設密碼 系統設的密碼要存起來 所以來 這裡 假設系統的密碼就叫做 System 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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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說呢系統密碼 預設為 A B C D E F PW OK 那現在呢 我要判斷 這個 怎麼一直出現 來 我要判斷這個 有沒有跟這個 字 相等 我們通常用compare Text 他 有相等 如果我要判斷他不相等 他可是沒有不相等 怎麼會沒有不相等呢 那我跟各位講 我們在比較文字 也不一定要用這個 文字的比較 也可以用 數學的math 去做比較 OK 因為 他就是用ASCII code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數學是這個可以 所以我把它轉成這個 有沒有相等 相等的話 就是通過了 好所以來以不判斷是 相等的話 就是要進入 不相等的話 我要顯示密碼錯誤 好 這個我想先做不相等 不相等可能 只是把文字改掉 然後裡面的內容清掉 對不對 文字改掉 改成密碼錯誤 請重新輸入密碼 所以 我就在hint裡面 的 txt 然後 改成什麼文字 密碼錯誤 請重新 輸入 密碼 OK 沒錯吧 密碼錯誤 請重新輸入密碼 OK 好 那如果不等於呢 不對 是 這裡 這要放這裡 等於的話 放 不等於的話 才放 L 就是密碼錯誤 聽同意的 那等於的話 就代表可以進入了 可以進入了 我上面 label 改成歡迎進入系統 我從這裡改 好嗎 Dubricate 對 歡迎進入系統 除了寫歡迎進入系統之外 接下來 接下來 後面兩個元件 都要隱藏 所以 Password Textbox 要隱藏 所以我們用到了 Visible 要隱藏 當把邏輯 設為False 可見的 是False 就是不可見 當如果放True 就是 可見的 是真的 所以就是 要看到 另外還有一個 Button 也要隱藏起來 Button Visible 設為 False 它就隱藏起來 看不見了 這三個 放在 最後整個 放在這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呢 假設 你看 請輸入系統密碼 系統密碼為6到10個元件 進入 都沒有問題 這時候就開始輸入 OK 我輸入 AAA 進入 密碼錯誤 請重新 輸入密碼 好 那這時候我輸入的密碼是 ABCDEF 進入 歡迎進入系統 底下兩個也都不見了 可以嗎 好 所以這一段 請各位 還沒有寫完的 來 再把它 寫起來 一來 請 抓住